2020年12月31日 菲律宾一家四星级酒店里 12个好友在此聚会 一起进行跨年狂欢 喝得烂醉 所有人都很尽兴 但第二天 众人惊讶地发现 唯一的一位女性朋友 空姐克里斯汀 居然在浴缸里离奇身死 这是怎么回事 酒店报警后 接到报警消息的菲律宾 马卡蒂市警察局 立即展开了调查 最后 局长哈罗德向媒体透露 这是一起侵犯女性身体 导致的杀人案 当夜有11人与她发生关系 瞬间 这一消息轰炸了 整个菲律宾社交网络 神通广大的网友还查出 这11人通通都是富二代 然而 此事件还有后续 先是这11人全部否认犯罪 原因竟是 克里斯汀真的被侵犯了吗 是他的朋友们杀害的吗 该事件真相到底是什么 空姐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死亡时才仅仅23岁 据他在航空公司的同事们说 克里斯汀是一个善良 活泼 正直的人 工作也很负责 和同事们的关系也都不错 事实也确实如此 克里斯汀不仅性格好 长得则很靓丽 他出生于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 一个普通家庭 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排行老二 因为从小就长得格外漂亮 成绩也名列前茅 他成为了父母的骄傲 邻居长辈也总是把他挂在嘴边 克里斯汀也不负众望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菲律宾棉兰劳岛大学 成年后 克里斯汀步入了模特行业 还曾参加过菲律宾小姐选拔 虽然很遗憾没有进入决赛 但他没有气馁 反而在这个过程中 对空姐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 于是从大学毕业后 他向菲律宾航空公司投出了简历 随后顺利被录取 成为了一名空姐 而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关于克里斯汀是怎么和这11个男性朋友认识的 网络上众说纷纭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里面只有三人才是克里斯汀真正的朋友 其他八个是当夜认识的 这三个人分别是帕斯卡 保罗和达克罗 关于他们四个人的初识 网络上也分化成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很简单 克里斯汀作为空姐 很容易就能结识不少男性朋友 特别是有钱的富二代 而这三个人也是偶然和克里斯汀结识 因为兴趣相投 聊得来 于是成为了朋友 当然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这三个人都是gay 对克里斯汀没有想法 而第二个说法 则截然相反 四人确切地说 第一见面是在克里斯汀负责的一趟航班上 当时坐在位置上的帕斯卡三人正无聊的滑手机 一抬头看到了克里斯汀 顿时眼前一亮 三个小伙子互相看看 似乎都对克里斯汀感兴趣 于是他们想了一个馊主意 故意解开座位上的安全带 引克里斯汀过来 在飞机上 安全带记没记好 是每一位空姐都需要严格确认的事情 这关乎到每一位乘客的安全 于是 当克里斯汀看到三个人都没系安全带 立刻就跑了过来 细心提醒他们 并帮助他们系上了安全带 本来 克里斯汀以为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没想到这三个人却赖上了他 不仅厚着脸皮 向他讨要联系方式 还不停邀请他一起出去玩 对于他们的示好 克里斯汀当然是委婉地拒绝了 可三个人都没放弃 还相互打赌 看谁能率先获得这个女人的芳心 终于 在三个人的死缠烂打下 克里斯汀无奈将联系方式给了他们 不过还是没有接受他们一起出去玩儿的邀请 只是偶尔在社交软件上聊几句 虽然克里斯汀的态度很冷淡 但三人似乎并不在意 在之后的日子里 还不断给克里斯汀发消息 偶然透露出 他们三人都是gade消息 克里斯汀一下子就放下了戒心 于是 四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 三个男人也没有再对克里斯汀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 直到跨年夜 意外发生了 跨年夜离奇死亡 2020年的最后一天 克里斯汀结束了今年的最后一趟航班 刚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回家 脱下空姐制服 打扮得光鲜亮丽 去往约定的酒店 准备参加三个好友特意安排的跨年狂欢聚会 当晚 四人开了两个包间房 准备喝酒游戏到天亮 玩得很是开心 期间 又有八个人进来 表示都是朋友 偶然遇上的 不如一起玩 克里斯汀并没有在意 十几个人互相聊聊天 认识了一下 就热络起来 尖叫声 欢呼声 游戏声 在酒店房间此起彼伏 伴随着跨年的烟火 宣告着新年的到来 最终 不断交杯换盏的12个人 成功喝得不省人事 直到第二天中午 才有人模模糊糊醒来 然而 当他们走进洗手间时 眼前的一幕 却瞬间让他们清醒 脸色也开始泛白 只见洗手间里 克里斯汀以及其别扭的姿势 躺在浴缸中 仿佛是醉倒在那里 然而 他的脸色苍白 皮肤呈现泛青色 明显不对劲 于是 有人颤颤巍巍地将手 放在他的鼻子上 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随着清醒过来的几人的呼叫 其他人也陆续赶过来 看到面前的场景后 有人赶紧跑到克里斯汀身边 给他做心脏复苏 有人立刻跑去通知酒店 叫救护车 终于 在一阵慌忙后 克里斯汀被顺利送往了医院抢救 可惜的是 据医院透露 克里斯汀在送往医院之前 就已经死亡 因为出现了刑事案件 警察局很快抵达战场 封锁了案发现场 而经过法医 对克里斯汀身体的检查化验 克里斯汀的死因 也浮出水面 根据法医在报告中的描述 克里斯汀死于主动脉瘤破裂 他的大腿内侧有擦伤 手臂和膝盖 脚踝等部位有明显伤痕 呈现出瘀青 克里斯汀主动脉瘤破裂 是如何引起的呢 他身上的瘀青 是否代表着什么呢 不仅如此 法医最后论述的一段文字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克里斯汀四处 有明显的擦伤和裂口 这表明了什么 相信看过一些犯罪故事的小伙伴们 一定能想到一些什么 是的 警方怀疑 克里斯汀死前曾有过剧烈的性行为 并且可能存在强迫行为 而由此 也引发出了另一层怀疑 克里斯汀的主动脉瘤破裂 是否也因其过于激烈的动作而引发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克里斯汀的死将不再是意外 而是涉及到了刑事犯罪 克里斯汀的死在网络上引发了谈论 这里要说一下 克里斯汀在社交网络上经常晒出自己的亮照和旅行照片 加上曾经参加菲律宾小姐的经历和空姐身份 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 是一个有着几十万粉丝的小网红 她的突然离世 自然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 光这些还不够 警察局局长哈罗德的一番话 又将此次案件推向了风口浪尖 这就是一起侵犯导致的杀人案 哈罗德称 警方在克里斯汀体内发现了他人体液 有其他11人的DNA 这下子 舆论炸开了锅 网友在震惊的同时 纷纷将此案件不断分享 转发 而这11人的身份也被网友们扒出来了 居然个个都是富二代 这下子大家都不意外和怀疑了 于是 网络上开始一面倒地谴责和辱骂这群人渣 但是事情还远远不能轻易地下定论 案件时刻存在着反转的可能 案件反转再反转 克里斯汀的三个朋友 作为嫌疑人 接受了警察的询问 在他们的口中 警察还原了案件的一些细节 事件出现了一些意外信息 与警察一开始的怀疑相悖 首先 是帕斯卡三人 坚决否认对克里斯汀 进行过身体上的侵犯 并表示他们是同性恋 另外八人也全都是同性恋 三人强调 他们与克里斯汀是真正的朋友 怎么样也不会通过那样的方式来伤害他 当然 警方并未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 而是调出了当日的监控 与几人分别进行了审问比对 从酒店的监控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晚的11点 克里斯汀还不断地端着酒杯 与有人不停地穿梭于2207和2209两个房间 他神情活跃 蹦蹦跳跳 看起来确实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 而他的母亲也证实 克里斯汀确实在那个时候和他打过电话 并告知自己在酒店玩得很开心 而时间过渡到凌晨2点至3点 监控可以看到戴着白色球帽的男子 扶着最久的克里斯汀 向另外一个房间走去 两人撞死亲密 在抵达门口时 克里斯汀还主动亲吻了该男子 不过画面中男人并没有拒绝 但最后还是轻轻推开了克里斯汀 将他送进去了房间 在这里可以看出 两人非常熟悉 但男子应该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 事实也确实如此 该男子与同行中一名叫古兹曼的男性 是恋爱关系 再加上克里斯汀的友人证实 克里斯汀醉酒后有亲吻人的习惯 所以他的主动侵犯嫌疑 基本排除 时间来到凌晨4点13分 克里斯汀又喝醉了 身体还有点僵硬的样子 被一名男子搂着腰半拖带回了原来的房间 凌晨6点半左右 克里斯汀不知何时 又被白色棒球帽男子包带回了原房间 这时画面可以看出 他还是清醒的 肢体也很轻松 这时朋友还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 克里斯汀跪在马桶前 头发遮住了半张脸 但他还是抬起胳膊对着镜头比了一个烟 看起来状态还算不错 其实 从监控里可以看出 他的三个朋友还是比较靠谱的 虽然两个房间隔得并不远 但注意到克里斯汀喝醉状态后 都没有让他一个人回去 而这段视频公布到网络上时 网友们的画风也纷纷转变 毕竟从监控看来 这些人确实没有明显的犯罪迹象 相反呈现出的镜头语言是 克里斯汀玩得很开心 克里斯汀喝醉了 朋友照顾他 同时 克里斯汀凌晨6点多时还好好的 于是 网络上开始出现了谴责警方污蔑11人的言论 而警方也迫于证据不足 释放了三个嫌疑人 而且一改之前关于从克里斯汀体内 查出11人DNA的言论 并开始声称 克里斯汀的身体内并没有这11人的样本 是尸检时失误了 怎么失误的呢 警方解释 当时克里斯汀的尸体已经做了防腐处理 所以尸检时才发生了错误判断 警方最终结案件 警方的解释 不仅大众不认同 克里斯汀的亲生母亲也不同意 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女儿是被那11个人侵犯 才导致死亡 而且怀疑女儿是被下了药的 为了查清案件 不受警察蒙蔽 他还向总统写信求助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 案件也在网络上继续发酵 甚至吸引了美国官方媒体前来关注报道 这一下子 案件举世闻名 使得菲律宾政府和警方的压力越来越大 不得不再次重新梳理案情 并向媒体公开调查结果 2021年1月27日 菲律宾官方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 会上公布了所有调查过程和结果 根据最终的法医鉴定结果来看 克里斯汀的死因确实是主动脉瘤破裂 而其破裂的原因大致可以确定是喝酒过量 太过兴奋 剧烈跳动导致的 而针对克里斯汀母亲 关于克里斯汀是否被下药的怀疑 警方也调查过 房间出现的酒水饮料中并没有查出药物残留 而房间的唯一出现的粉末状物品只是一些食用盐 而克里斯汀的身体里也没有致患类 毒品类药物残留 倒是有治疗高血压的药品有残留 同时警方为了以防万一还对11名男子都进行了药检 并没有发现有人吸食毒品或违禁药品 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克里斯汀并未被下药 同时对于克里斯汀身上的伤痕 瘀青等法医处再一次出具了更为清晰的解释 一则虽然克里斯汀的身上有很多伤痕 但是这些伤痕并非一定是当晚造成 而且克里斯汀下体撕裂伤是旧伤 至于其他的心伤极有可能是喝醉酒后 克里斯汀自己磕磕绊绊导致 如此一来警方基本可以排除11位嫌疑人 对克里斯汀存在的强迫行为和施暴的极大可能性 当然警察并未在房间里搜寻到强迫女性的痕迹 也是一个有力证明 因此由于缺乏证据没有作案动机 警方解除了对这11人的控告 一年多后 警方驳回了所有关于克里斯汀案件的指控 公开宣告此案再无疑点 正式结案 案件后续 克里斯汀的死因 包括众多疑点都被警方一一解释清楚后 仍有许多网友并不买仗 他们认为该案件还是存在许多疑点 比如监控是否被剪辑 警方为何刚开始认定了11人的犯罪嫌疑 背后是否有勾结 克里斯汀的家人也并不接受这个解释 还在继续上诉 其实 再次重新审视此次案件 可以发现 菲律宾警方的态度和行为很耐人寻味 他们直至最后也没有解释清楚 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 贸然向媒体公布了11人有侵犯克里斯汀的可能性 这样一个结论 最有力的一个解释就是 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哈罗德有邀功成分 在他得知涉案人员有11名男性 又只有克里斯汀一名女性时 他武断地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身体侵犯案件 当然 法医在第一次鉴定报告中的文字描述 也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哈罗德 报告上并没有明确说明下体撕裂是否是当夜造成 法医也并没有指出 克里斯汀下体有体液残留 哈罗德确实有故意夸大案情 歪曲事实的嫌疑 所以此次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且引发舆论战 哈罗德所在的警方 以及当时的法医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一旦像警察局这样的官方部门公开说话时 有所隐瞒 前后颠倒 就势必会造成公民对于官方部门的高度怀疑 公信力的丧失 也使得此次案件即使让警戒高度重视 试图挽回公众信任 并因此交出最完美的答卷 也依旧得不到公众的全部信任 同时 此案件结果虽然已经明朗化 这11位男子似乎也喜清嫌疑 但是 案件反映出来的一个普遍问题 却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女子在外面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犯 我们当知道大多数女性的力气小 对质时就容易处于下风 那么 为了以防万一 女孩子就得注意 一定不要独身一人出现在一些作案高发的区域 如酒吧 酒店等娱乐场所 同时 要注意与亲人 朋友保持电话畅通 即使喝酒也不要喝到烂醉的程度 尽量保持清醒 也不要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食物和饮料 对陌生人保持警惕 在此次案件里 女生因为男性好友是同性恋 就放松警惕也是不对的 要知道 即使是同性恋 她也是正常男子 有作案可能性 同时 女孩子们也要对同性恋男性朋友保持一定怀疑 千万不要陷入一部分人伪装的陷阱 军 寺